大家好我是小新 我现在去拿一种洗碗的神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老石瓜 在树上自然晒干的 它有很多用处 这个皮是没用的 不好一个了 它这个种子只要这样 抖两下才会自动掉手 明年又可以拿去种 然后我们再把中间这个芯收了 收了之后这个就可以用来蒸饭 就是我们这边农村蒸米饭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老石瓜 就垫在蒸饭的木桶下面 但它还有其他的用法 这个剪好了 我示范一下它是怎么用的 我示范一下它是怎么用的 然后把这个垫在木桶下面 然后就把糯米倒在里面蒸就可以了 它下面有很多孔的 如果不垫的话 那米就从那里掉下去了 然后这个垫呢 它有米它就不会粘在那个 木桶下面 然后它又可以透气 有很多作用 这个我把它剪开呢 是用来蒸东西用的 然后我再剪一个 是用来洗碗的 洗碗就不用这样剪 洗碗的话只要 如果是这个丝瓜很长的话 你就看如果你用多少 你就剪多长 像这个我只要剪了两半就行了 用来洗碗的话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纸已经被我抖出来了 这个洗碗的效果很好 大家看很干净 一点油都没有 比那个市面上卖的那种洗碗的布 效果还要好 这就是我们农村的洗碗神器了 它的作用比较多 用途比较广 据说以前我们国家还拉了一车到国外去 被一场而空 我是小鸡 我们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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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